欢迎小课堂 每周定时更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鱼娘 最近鱼妹发现有些小伙伴绘画的动漫角色 看起来总是觉得有些别扭 可是自己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是因为平时小伙伴在练习画角色时 只看到了表面 而没有真正理解内下的结构 所以本期视频 鱼妹就给大家总结了几个新手 成范的人体绘画错误 快看看你躺枪了没 一 插歪的脖子 小画一个头再画上颈部 然后补完身体 咦 怎么看起来感觉头与身体错位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脖子插错了位置 因为人物周面不受颈部角度的影响 这种问题常会出现在 小伙伴绘画人物侧面图的时候 如果没有经常观察现实中的人体 然后又没使用参考图 在绘画人物的侧面时 容易理所当然的把颈部画成垂直与肩膀 但是这样不符合正常的人体结构 所以看起来会很别扭 正确的绘画方法是 从头部人下方斜向后画出脖子 然后与肩膀相连 脖子没有倾斜的情况 一般在仰头的时候才可以见到 二 平行的肩膀 画好了颈部 我们再来看看肩膀 这也是很多小伙伴亦犯的典型错误 斜方肌被省略掉了 肩膀看起来像马路一样平躺 与脖子的连接处近似90度垂直 这样的肩膀不仅不符合人体结构 而且也不好看 感觉像两衣杆一样 想要正确的绘画肩膀 一定要注意斜方肌的表现 从颈部到肩膀会有一定的倾斜角度 锁骨部分也不是一条平平的直线 而是带有转折的斜线 三 竹竿的四肢 瘦就是美 四肢要画细一点 有些小伙伴在会画四肢时 会抱有这样的想法 虽然画细一点也没有问题 但画细不代表四肢失去了肌肉 这种像竹竿一样的四肢 会让人感觉无力 而且这种四肢也没法凸显出关节 肢体的转折处非常生硬 实际看起来并不优美 所以即使画的是偏瘦弱的角色 也需要将肌肉的线条稍微画出来 通常从大臂到手肘 或者大腿到膝关节 是一个由粗到细的过渡 然后从手肘到手腕 或者膝关节到脚腕 是一个由细到粗再到细的过渡 四 消失的夜窝 对于新手来说 这个问题点比较隐蔽 那就是关于夜窝的绘画 这时也许有小伙伴会问了 夜窝有什么好画的 不就是手臂与身体的连接的部分吗 当然不止这么简单啊 很多小伙伴都忽视了夜窝细节的刻画 导致手臂与肩膀的连接触没有过度表现 就像手臂直接插到了身体上一样 想画好夜窝 关键点在于肌肉的表现 这部分由胸大肌 背过肌和手臂肌肉组成 在绘画中可以刻画出来 好了 以上就是新手绘画人体时容易犯的错误了 小伙伴们有没有躺枪呢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世界问题 主要针对的是人体框架 没画错的小伙伴哦 框架都画不好的小伙伴 先去练习基础了 画画需要从整体到几步 如果一开始人体框架就画错了 细节画得再好 成品也不会好看的 就像盖房子一样 地基如果不稳 建在上面的豪华别墅 还没完成就会倒塌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